不少人饱受便秘的困扰,即使吃了很多蔬菜水果,情况也不见改善,以下三个问题要注意。 首先,要选吃高纤维蔬果,但蔬果纤维也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,前者能吸收水分,帮助肠道作用,有助排便顺畅。 紫菜、木耳、燕麦、菇类、苹果等都是良好的水溶性纤维来源。 基于健康考量,很多人会选择吃水煮蔬菜,但这样油分摄取不够,容易导致便秘问题。 建议即便吃水煮蔬菜,也可以淋上一点橄榄油,增加好油脂的摄取,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。 成人每天需要喝至少2000毫升的水,若膳食纤维摄取足够,但水分不足,仍会造成严重的便秘问题。